各位建国贯穿中好动以及华东中心 近过两年分开担收好的工程 将在这13年存在机缘转身来开博了 这天欢迎官政府也在北基板开讯的记者会 官邸有点在习近平都在人现场 并且要呛乡亲在这过年期间 拥有来称呼建国贯穿 感受全台唯一都穿营的贯穿的风景 春去春回来云林义吉邦 大家职会来为这次的华东站乡 建国贯穿也是好目的限定的一个地方 但经过广府带很努力 不知新闻分领官为役准落建築军 而且还有留下很多日前时的设施 为了让大家来到这儿担当 广府在这天来基板基家会 今天非常难得我们将建国眷村 现在的中洞校洞还有丁洞 我们都已经完成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开这个记者会 让我们全国的乡亲知道 无论是来到云林县 你就可以来到我们建国眷村 这个是唯一全国保有农村型的 这个眷村文化的一个地方 那我想我们现在 大概有八成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逐步的在开放 那也办理很多的这个市集 让大家来到这里逛一逛 不只是回味以往的这个眷村的文化 那也有很多眷村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美味佳肴 广府标识建国贯村是以贯村文化 青年創意基地 环境稿油 信仿稿油 作为发展主题 这次受赛的中洞 将来做入省 好洞将来做贯村市团 希望提供民众一个全新的贯村文化提案 中洞是以这个礼宿礼店 这样的一个概念来做一个修缮 那也已经完工 所以在今年会做OT的动作 那丁洞的部分呢 就维持原来丁洞 原来就是一个食堂 就是餐饮的地方 未来也要朝着这个眷村食堂的一个方向 在整个这个场域里面 未来可以做礼宿 然后呢 有真的符合眷村的这个风味的这个食堂 还有就是集合我们云林的这一些青年的创业 提供给大家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活化之后的一个眷村型的一个聚落 那刚刚我们也都听到了 每一栋建筑物 它有它自己各自的特色 那透过有助的这个体验 然后来感受我们这个浓浓的眷村的文化 在过年的时候 后院建国贯村 我们没有推出的贡献 还有事件 条状顶多东 欢迎大家过年的时候来到云林驾驶 都过不敢看的新年加急 明天就开始订我们的这个露营游牧帐 一直订到我们的这个清明节 然后我在这里欢迎大家 在春节期间呢 多多来到云林县走走 不只是我们可以到山上去看烟花 那也可以到我们建国眷村来 这个所在呢 变到观光会非常多 现在呢 又增加了十一住行 什么都有 是一个非常适合亲子 以及带着我们的长辈来这边游玩的地方 在我们过年期间呢 也有一连串的活动 希望大家来互惠游玩 民众老幸处 可以到云林团文化观光处望站 以及建国贯村民窄上叉顺 记者的社医生 彩虹博党